在爷爷没有叫我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去之前 我就和一个女生聊得很好了 我们每天都会在微信上面聊天 分享自己的日常 分享自己看到的落日余晖 总感觉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聊通宵了 有时候聊着聊着拿着手机也就睡着了 我每天都会对着手机支着个大嘴在笑 感觉就像是谈恋爱一样 对于我这种长期孤独的人 最怕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陪伴和温暖 我们在朋友之上恋爱未满的地步 一直聊着天 我一度想捅破这张纸 但是我又清晰的明白自己条件很差 有一天他突然和我说 文胜哥哥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这段时间我特别的迷茫 面试了很多工作都被拒绝了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和你聊天的时候 你总是能及时的回复 给我温暖给我鼓励 终于我找到了一份自己很满意的工作 明天就要上班了 谢谢你文胜哥哥 我们一起加油 之后可能是上班工作忙的原因吧 他回我的信息回得越来越慢 回得越来越少了 有时候手机响了 我会马上拿过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他发信息过来了 结果发现是腾讯新闻 整个人就会很沮丧 有时候我吃饭睡觉也会抱着手机 只要收到他的信息 我就会很开心 后来我们从可以聊天聊到通宵 到现在每天一两句 然后再到现在都不聊天 好像人和人之间的陪伴都是特定的 都是暂时的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一个人 我感觉就像是一部电影到了结尾 主角队友的结局 唯独我好像被遗忘了 现实生活中 好像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 热爱的另一半 好像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 唯独我还在找自己的路上 有时候我站在桥上面 还是会很怀念那个聊通宵的夜晚 也许没有新的故事 才会怀念过去吧 但是啊 以前的故事该翻遍了 我也要开启新的故事 去找我自己的结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